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场啊 一个普通的叮咛拴色 咱们好久没看这样了啊 比较清新 小清新一点啊 棉签加工 本身有一定的出产量啊 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啊 叮咛产生的比较多 然后正好又刻意的自己拿棉签往上躲 所以这个二者叠加起来就形成了这种状况啊 全部护在了骨膜上 这就是导致这个棉签越捅耳朵越闷 传统呢 直接可以冲洗啊 如果没有条件在内镜下使用吸引器清理的话 可以直接冲 像这种没有完全堵满的也比较松啊 直接就可以全部冲掉 但有内镜的话更加直观一点吧 冲洗有些人也不太舒服 这个水温如果控制的不好 或者水压冲的太大啊 有的人会头晕啊 天旋地转 这个正好可以顺便看一下这正常的外耳道 大家总是看这个不正常的啊 这种叮咛双色大概出现的概率啊 之前提过1% 所以很多朋友 我看这个每次视频底下都会有这样的 跑到医院说去找医生 说把我耳朵清理一下 医生也一脸懵逼啊 因为大多数人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 这不是一个什么常规操作啊 真正有这种情况的人是极少数 至于很多什么耳朵痒啊 或者你觉得耳朵听声音不好啊 这些多数都有其他的问题啊 真正说自己觉得有叮咛双色 去医院的非常少 这个是一个体检 他在 嗯 体检的时候啊 发现了 体检医生告诉他了 自己也没什么感觉 这人其实都 好 二零镜清一丸啊 这个呢 之前放过一个 哎 比较特殊的啊 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啊 双耳的一个 分泌性的中耳炎啊 这个人的特殊就在于他的啊 他不只是这个中耳有问题啊 包括整个呼吸道都有事儿 下气道的有这种 支气管方面的问题啊 包括鼻子啊 鼻痘都有问题 两侧的这种分泌状炎非常顽固啊 多次制管 制管脱管以后 呃 穿孔鱼盒再次的 里边堵上鸡眼 它这个鸡叶啊 双耳还不太一样 那边呢 比较清亮 很容易就能吸出来啊 这个左侧呢 就是非常这个粘稠啊 就跟真的就跟这个果冻 果冻一样 这个质管也出不来啊 一般普通的这基业质管以后啊 液体就很漆的 就自己都流出来了 他这种 用负压吸引器抽的很困难啊 因为只有我这能够有这种小口径的吸引器啊 他就没办法就是定期过来 哎 抽一下 这个在这前前后后折腾的可能快有一年了吧 记得这个去年啊 就是 这个还 这次还算少的啊 他这段时间在鞋盒那边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种很像是生物靶像的啊 一个比较特殊的药 试试看吧 看看有没有效果 主要不是为这个中耳积液的啊 它也包括整个呼吸道其他的问题 呼吸道是一体嘛 刚才把这个果冻一样的吸出来 他这个窗孔 原先制管 制管以后 制了一个通气管 很快就掉了 掉了以后呢 这个窗孔慢慢愈合 后来又止 就是这样反复折腾 这是分泌状元当中 呃 非常头疼的一种类型啊 这是一个啊 中耳胆脂瘤啊 术后的一个清理啊 这就是之前大家啊 有粉丝朋友说的这个 把这个 粮食一听啊 打通了 改成整个一个大通 呃 一举使了 这个不光是把粮食一听啊 这个基本上把厨房卫生间整个打通了 这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 叫中耳乳突根治手术 把所有的中耳结构全部去除 包括中耳里的 呃 像挺骨啊 骨膜这些结构 通通去掉 这个法子呢 对处理中耳胆脂瘤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操作啊 优点就是 基本上不太恢复法 因为结构都没了 但是缺点就是 窗面太大 这种夹皮 术后的夹皮需要定期的清理啊 另外这个听力的破坏啊 比较明显 中耳结构全部摧毁以后 呃 有的时候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可能内耳也受到影响啊 基本上听力就全没了 现在很少在做这种 除非就是有的确实单子流很危险啊 已经对内耳造成影响啊 内耳听力已经没有的情况下啊 可能才会做这个 但凡这个 呃 有一些技术听力的 多多少少都会保留一部分的中耳结构啊 包括听骨链还会重新建立啊 这个骨膜全都没了 这个清的是比较干净的 是我们这行的老 不能说老手 还不太尊敬的前辈啊 老前辈 手术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啊 教科书式的一个操作 中间这个隆起的这个像山脊一样的啊 底下就是面神经 这个手术如果在操作过程当中啊 有些动作稍微大 不是说我现在的操作啊 这他当时手术操作的时候 手术把面神经容易损伤啊 直接导致一个医院性的面瘫 这个是发生医疗 不愉快事件的一个耳科当中比较多的 发生概率虽然不大 但是耳科一旦出问题 往往都是这个比较多 特别是年轻人啊 这个年轻人一旦出现面瘫 整个人生的道路都可能发生了变化 这个病例呢 已经是定期在这儿清了 这次还算少了 完全的一层这种 亮晶晶的这种 这种壳啊 这个地方就已经贴近面神经很近了 不太好操作了啊 像这种病例呃 原则上是不要冲洗的 原则上不要冲洗 因为这种中腕结构完全切除的话啊 嗯 使用扶压性器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剧烈的悬晕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还可以 这个人可能内耳结构已经基本上破坏了 有一些内耳结构还保留的 他们基本上这个内耳就半裸露于这个树枪当中 就内耳的前庭的前庭的结构 冲洗的话会导致非常的不舒服 这个人好像还行 树枪 不是正常的外耳道皮肤 没有自洁功能 需要耳科医生定期的手动的清理 这个也就是之前提到的这个开放式手术啊 开放式手术当中做到头的就是这种 基本上把中腕全部切掉 打成一个大空腔 把房子拆了 就留个房顶和周围的承重墙 这个应该我看一眼 我印象这个里边 都不是正常的鼓膜结构 这个完全切到鼓屎内壁去了 就是一层筋膜啊 呃 术后耳朵是干了啊 不流浓了 但是清理损害比较严重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处理到这儿的时候比较敏感了 这个去贴近脸神经比较近了啊 还是幼稚点吧 这点应该是铺的筋膜 当时没有 不是移植的皮肤 看上去就比较薄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个复诊的啊 真菌性外耳道炎 复诊的病例 前期清理完 打了 饱和式攻击啊 在复诊的时候 啊 干干净净 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 心情就很愉悦啊 一天的疲惫的 好 我们今这周的视频啊 更新结束 下周再见 好的 词语 感恩 喝酒 啥 稳